其實我們看趙少康的角色 大家都很清楚他也公開表明 他要選2024年台灣的領導人 那目前國民黨正在舉行主席的選舉 那所有媒體或者台灣 都認為是江啟臣跟朱立倫之戰 朱立倫沉疾了三年 從2018到現在他幾乎沒有太多的動作 可是他這次選黨主席自在必得 因為朱立倫的目標也是2024年的台灣領導人 那目前朱立倫的動作非常大 那他主打江啟臣的就是認為說 國民黨在江啟臣當黨主席時候 對民進黨這個執政的政黨他太過軟弱 那一般藍營的支持者也認為江啟臣講話溫文 可是感覺上戰鬥力不足 那在朱立倫炮火猛烈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趙少康是受到威脅的 因為趙少康過去在藍營裡面 他當然也是一個大炮型的人物 而且針扁時事質地有深 那他自己在電視台主持節目 自己也擁有了三家的廣播電台 所以趙少康現在他組織的這些戰鬥欄 所謂戰鬥欄以民力代表跟名嘴為主 民力代表願意依附在趙少康身上 是因為他有媒體 而且跟在他時候他也有一個媒體的影響力 那所以你用這個點來看的話就知道 趙少康其實自在2024年 他的布局是綿延不斷 那而且目前也引起媒體的重視 所以把這一場 國平黨的主席 把他當作一個主要的戰場 趙少康的戰鬥欄 其實是一個會外賽 可是這個會外賽 他顯然比黨主席的選舉還精彩